大家好,我是包哥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大山上 现在时间也要快五点了 这里的太阳烘烘的,非常的热 包哥今天要想趁饭去找有缘人 这里的空气也相当的好 难听百缘,绿油油的 好,赶着包哥的尽头去找有缘人 这个羊好大吗 这个,是羊吗 他有养了几个小羊 这个羊是他的妈妈吗 对吧 你好,三个小孩都是你家的 你吃饭吗 肯定是 你要饭吗 你还不吃饭呢 你看看你们大山里面的人生活 晚上能不能到你家吃个饭 行吗 吃个饭 好不好 记录生活吗,小孩 来 你们这小孩如果叫我岁数比他大的叫什么 还是叫爷爷还是叫叔叔 什么都行 爷爷也可以 爷爷叔叔都行吧 妹子你今年多大 我看你啊 我看你30岁有了 对吧 我才20多岁 还是几岁啊 是啊 你有病啊 你说我几岁了 我哪知道 你应该有40多岁吧 40啊 我58了 哎哟 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女的我是全国各地旅游 这么拍旅游嘛 你们农村上的风土人情啊 农村上生活啊 对吧 呃 中国有56个民族嘛 我到你家吃两个土豆也是 也是一家亲嘛 对不对啊 对的 啊 哎 你一族对吧 你讲的话 我讲普通话 你还听得懂哦 对吧 说明你大概小时 十几岁啊 肯定在外面 跑过的 啊 你如果没跑过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 对吧 嗯 妹子 你这个弄了干嘛的 这喂羊啊 啊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羊之后 这是什么坑啊 这个是 这个是坑还是什么 又是大米 大米啊 玉米 这米怎么是碎的 就又进起来碎的 哦 哦 这是个羊妈妈 他养了三个小羊 他说 他的小羊的有爸爸吗 没有呀 这个是母羊 没有 你说你配羊的时候 哪说去配啊 嗯 要给人家钱吗 不给 不给 不给钱啊 嗯 像我以前养过猫 你知道吗 加费猫 一个猫要几万块钱的 加费猫是变年的 如果我母猫 要人家一个供养 很好的 供猫 很漂亮的 要拿两三千块钱 给人家有配种 要给人家钱 我们就不要 啊 我们就不给 你们这里不给啊 啊 我自己人 这个小羊 当宠物 啊 你可以吗 他送了一个羊给我 哇 哈哈哈 如果送一个 小羊一抱抱走的话 这个老羊的话 要追我嘛 哈哈哈 他要追我 对吧 哈哈哈 他说你还有羊在哪里啊 那我老婆那边 要再跑过去远吗 不远 不远 沙沙 这时候我再去看看你 养的羊犬 我如果在这里定居的话 我找个老婆 住在这里 然后我这里定居 我也养羊 啊 好吧 看看你的羊 养羊的地方 就是沙沙 不外面去 啊 沙沙 跑过去大概 五百米吧 下面还有牛 你一共有几个羊 哦 十多个吧 十多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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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厉害 到这去看羊 羊是没有回来 看羊 看你 这里海拔也蛮高的 啊 海拔有一千多海拔了 我不知道 是吧 嗯 是这里 羊呢 羊还没回来 羊还没回来啊 对啊 我先把我的牛 没回来 你先加点料 上去 对吧 还没回来 你看我把他跑不过你 现在已经有六点多钟了 马天黑了 刚刚妹子也答应我吃饭 下面条吃土豆 他也是比较善良的一个艾斯多岁的女 啊 女孩子 家的养了好多的羊 啊 还养了这牛 包括跟他一起下山这个小山哥过去 我把牛奶 啊 啊 饮料 搬过来 人走了 他在底下 他在底下 这里都是大山 养羊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在哪里 等他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来 他说他去把羊收回来 到现在羊还没收回来 妹子 哎呀 到现在 哎呀算了算了 看着这等饭也吃不成了 包哥回去吃泡面了 本身想在这家人家吃一点东西的 好了 话也不非多说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观看 再见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